我幾乎每天每天就是要回報業績什麼的 然後每個禮拜我真的 我連過年的時候都在寫業績表 都要先想好說我下個月的業績 要達到多少 你就覺得每天 每天每天都這樣子 就是做 到最後會覺得很不快樂 然後那時候我會想要回來 也是因為我就跟他說 有可能我們一輩子 都不會有小孩 那我們就回來 反正我們日夜顛倒也沒差 我那時候是這樣想的 巧克力吐司燒肉占兩個 這樣隔了 這樣150 夏夜潮州 平日的宵夜小鎮按慣例 9點10點 夜貓族才剛蘇醒 走進店裡紅 嘉一家人的美國時區 卻早就花破夜幕 懸腾的根本就像是正中午 火腿的紅 黃瓜的青蛋皮的黃 三色味美色香是基本款 另一頭 乳白美乃滋 忙著層地出繽紛無彩果醬 塗好顏料覆蓋對切 眼看華美 城牆賞清月木就要煮好 想不到 五分鐘內客人接連掃貨 三明治強又被貢獻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好吃吧 就新鮮吧 它的麵生就是它的吐司啊 很軟 然後不會這樣彩彩的 吃起來很滑嫩 你幾歲就開始有影響 高 我高職吧 高職 18歲 你 這樣透露我的年紀 因為它也是蠻老店的啦 我們以前小時候 他爸爸在對面看的時候 我們就有吃了嘛 有別於在地年輕時代 捧場的新歡泡麵 侯如化河爸爸的三明治宵夜 一賣五十多年了 總還是僅僅牽繁 老潮州人的味蕾 尤其每個週一週五 表定的留等夜市小確幸日 數十攤五光十色的小吃 不但沒搶走生意 反而還助長人氣 在夜市很奇怪 就是很多人去逛夜市 他們不吃東西的 就是逛完之後 才會來這邊吃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小朋友可能會玩 蛋豬台之類的 他們可能就不會讓他們 在那邊吃東西 然後就逛到這邊來 然後也有很多夜市工作的 他們下班之後 可能就會來這邊吃這樣子 說也奇怪 在外地總跟早餐 畫上等號的三明治 落入潮州 自然而然 變成了熱門宵夜首選 綿軟的吐司限定下午出爐 夾進當天現尖現打的 蛋皮美乃滋 餡料反覆佑 諸如火腿肉鬆 馬鈴薯塊煙黃花片等 最後是百商排面就卸賣 當天絕不放隔夜 有多的自己吃 因為我們曾經遇過 就是後面就突然下大雨 那我們量沒有掌控好 然後就冰起來 我們自己把人家 不然就是 就叫我妹他們拿回去 就是那個不可能再賣出去 因為你冰過了 你那個吃起來 口感就有差了 好味道有理到外 既來自增鮮提味的美乃滋醬 也使自每一款 新鮮不取舊的材料 像當年 爸爸在十六歲那年 就從爺爺手上接棒 那時老一輩人家賣的是 饅頭麵包早點 爸爸卻搭上實際風氣 學起做三明治且大受歡迎 從此開始專攻宵夜時段 這個 這個 給你拿去 說是刀在走 不是手在走 我們這手 刀在趕這個手指頭 你這個手指頭 退太快的話就是越粗 刀工也是在當兵的時候隨的 那個牛肉吹不好 那個班長車子 這都倒下去 是拿刀背打 刀背打 很痛耶 對啊 我們在擀麵的時候 擀不好 它吃那個木棍有沒有 就敲下去了 光是爸爸手上最鼎盛的 52年光景 就歷經向農會租地擺攤 又改開小發財車經營 那時一條長吐司最多能做 十二塊三明治 一家人一個晚上就得切上四十五條 相當於一天在小小的潮州鎮上 至少就賣掉五百多個三明治 它穿車也是屏東縣 第一台穿車有冷 上面有冷凍 有冰箱 有電話 就是我那一台 不是全潮州 是全屏東 對 全屏東 對 全屏東 可能是全屏東都沒有 你好 大杯冰的嗎 好 我媽媽說只要到十點 我爸的臉就變得很臭 你為什麼要不出來 就是看到很多人去 客人跟我講話都不理他 所以你以前是酷酷的老闆 對 對 對 沒辦法跟他講話 因為他就是看到很多人 他就壓力就來 而且因為 客人要跟我打招 我跟我們不理他 真的喔 真的 不是 我一直一頂尖尖尖 他媽媽薄來 一頂尖尖尖尖 以前沒有用那種單子 以前沒有菜單 沒有菜單 他就叫什麼 就一直吃一頂尖 每個爸爸媽媽 忙到天翻地覆的學生歲月 洪如畫和三個妹妹 每當放學 就是要是兒童的最佳代表 勞碌的參著工作太忙 直到四姐妹長大了 做父母的依然不願 女兒們回家接手 洪如畫結婚後 一方面是捨不得 爸媽老了還疲於奔波 二方面也因為原有的 工作壓力太大 所以不如回家租下店面 收起餐車 我幾乎每天 每天就是要 回報業績什麼的 然後每個禮拜我真的 我連過年的時候 都在寫業績表 都要先想好說 我下個月的業績 要達到多少 你就覺得每天 每天每天都這樣子 就是做 到最後會覺得很不快樂 他就是想說要有一個家的感覺 不然他一直在這邊 我一直待嘉義的話 沒有像一個家 那結婚了 也不像結婚的樣子 兩個六年級小夫妻 當時一個在屏東 一個在嘉義 許漢明是真心厭倦了 假日夫妻總得分隔兩地 於是後來決定 那就跟太太搬回潮州 好好扛下招牌做生意 沒想到結婚多年 始終不暈的兩個人 回家才兩個月 就雞二連三 迎來一雙兒女 對啊 我們那時候 在發台車 每天都很忙 可是我就說 可能真的是 沒什麼壓力吧 我覺得就是沒有壓力 下可能就比較容易受孕 然後那時候 我會想要回來 也是因為 我就跟他說 有可能我們一輩子 都不會有小孩了 那我們就回來 反正我們日夜顛倒也沒差 我那時候是這樣想 儘管接手家業的九年多來 夫妻倆結束三車多了電租壓力 也曾經一度因為班前 找不回原封不動的原班客群 但好在堅持不變的老口味美感 一代兩代 幾年下來 又重聚在這片起立的三明治牆外 這是潮州夜裡最獨特的風景之一 既暖胃又暖心 金黃色的麵包炸得酥酥脆脆 加上小黃瓜 蛋 火腿 淋上美乃滋 一份營養三明治就出爐了 就有一名網友和友人逛夜市時 對方買了營養三明治 他突然好奇上網發問 營養三明治到底哪裡營養 貼文一出引發網友回應 有網友說炸麵包 火腿 加美乃滋超級營養 但也有網友說這只是名稱而已 營養口糧也有營養兩個字 根據了解營養三明治是1960年代 美軍到台灣為了解香愁 用在地食材製作成的三明治 加上當時台灣人認為 是因為吃白米才會導致狡氣病 所以紛紛改吃麵食 才會將麵包類食品都冠上營養兩個字 不是真的營養 不少網友愛吃營養三明治 但沒想到它的名稱竟然也引發出另類話題 東森新聞地方中心綜合報導 而不該是太陽 除了 如果你說你說的話 不是說話題